大家好,我是孫敏,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怎樣提及呢?壞消息出準?加個問號 先講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走勢就認真醜樣了 大幅低開之後,跌幅就一直一直擴大 跌下跌下,最後全日跌到28,000都沒有,跌810點 收27,985點,成交厲害,1328億 今天跌得厲害的股份就包括保險股 其中平保厲害,4%真的跌得厲害 加上騰訊又有跌幅,2.7% 大動的市就不斷跌下去,基本上跌的股份是絕大部份的 好了,市場情況,說回今天,市場跌810點 走勢就相當醜樣的,為何會這麼淒涼呢? 一來,其實上星期的節目,以至iMoney的專欄也提及過 和內地這段時間慢慢收錄,北水慢慢減少,香港也有些關係 加上突然有很多壞消息出來,無論是宏觀,微觀 經濟,以至是民生的壞消息都出來了 和大家說一下,首先宏觀的經濟消息就是目的,調低香港的信貸評級 說香港的治理和體制都是低於預期的 還有沒有確實的計劃去解決現在的政治經濟消息問題 所以將香港的評級調低,這個是昨天出來的 今天開始反映,加上反映完之後,按慣例了 香港的評級被調低,那企業香港、相關企業都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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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h 同時關於民生肺炎越轉越大,在是武漢肺炎 近兩天出來的消息越來越向不好的方向走,越來越負面 到今日更加令市場或民間恐慌程度急速升溫 因為現在傳來傳來,不單止武漢、香港、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 包括日本、南韓、澳洲都有,好像傳來到處都是這樣 這是令大家恐慌升級,另一個有消息傳出來,一個病人可以感染十多個醫護 一個病人感染這麼多醫護,令大家聯想到當年SARS,類似這種情況 一個病人可以令很多醫生、護士受到感染 更加勾起當年SARS的恐懼 這是怎樣的大件事,加上死人的個案又繼續增加 而一度市場遙傳,大國的一間銀行爆發 令整個樓層要撤離員工 幸好這個銀行立即澄清並沒有歧視,只是隔壁流感 但傳出消息,而在風傳市場或民間風傳,都顯示大家對武漢肺炎 擔憂程度越來越大,而且有些人立即將當年SARS爆發的時候 對香港股和樓的衝擊,拿來相提並論 顯示大家越來越憂慮的情況,這也是對股市不利 特別是航空股、旅遊股、相關股份跌到一扣一扣 反而醫藥當然做好,因為口罩、股都是做好,特別在內地方面 這就是民生方面的壞消息 加上壞消息,就是股市在資金面上有些不好的消息傳出來 首先看看內地,內地今日跌1.4% 原因可能與資金的情況相關 因為根據紀錄,今天外資透過胡股通,以至深股通資金流出 淨流出的資金是去到71.3億元,即是沽了71.3億元 中國股票在內資方面 這個數字是去年以來,即是去年5月14日以來 即是近8個月以來,是最大的淨流出數字 顯示外資正在沽貨,內地明天繼續有市 接著就開始優勢,外資的時候就不斷起小沽,落中國股票 當然是不帶有利,在講內地股市方面 而香港方面的資金面都是一般的 其實近幾天持續有些不帶利好的消息 就是配股,抽水,套現 有股東套現,有公司抽水,有股東套現 今天或是昨天,傳出的開始 今天在市場反映,大家最關注的就是騰訊 騰訊,馬化騰也好,以至高管都是沽出股票 其中馬化騰套現約20億港元 令大家開始憂慮,其實騰訊之前已經跌穿上升軌 今天再跌一棍,是2.7%,跌穿20天線 走勢是疲弱的,種種消息都是偏向負面方面 壞消息一羅羅出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港股當然是頭赤 但是,以從相反理論來講,會不會今天這麼多壞消息出現 會不會出現所謂壞消息出盡的情況呢 就是點題這幾個字,壞消息出盡,給一個問號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大家就要密切注意一重要的支持位 看看一重要支持位,能不能夠去到位置 資金就開始買貨 與其一找,可能是壞消息出盡的一個訊號 因為今天其實呢,剛才提過了,成交去到1400億 1328億,準確一點說 顯示很多錢沽了貨 亦同時很多錢接了貨 跟之前呢,是一千億左右 這陣子多了幾百億 會不會是一個拋售高潮呢 看看從重要的支持位,能不能夠守住呢 就確認到是不是壞消息出盡了 恆生指數的重要支持位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這個黑色箭咀指著的前浪頂 以至綠色箭咀指著的前浪底 這是第一級的重要支持 大概這個綠色箭咀比黑色低一點 就是2757,這是第一級支持 另一級的重要支持就是27500左右 就是27500左右 這個是250天線 200天線都是窄著的位置 如果看到呢,就明天 估計的試也會再試在試下面 如果試到上述這兩個支持位 看到有買盤成接 大家可能呢,就預期可能呢 短期內壞消息就出盡了 有出現一個反彈的情況 好了,時間關係分析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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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